戴安娜的死,差点让英国王室消失 民众对王室极度失望,激起民愤 为了重视民心,女王不得不使出吃奶的劲 给戴安娜大操大半葬礼,亲自向全国道歉 这是女王唯一一次服软 放下高贵的身段,向戴安娜的灵鹫低头鞠躬 一个女人的逝世,为什么会让王室陷入如此大的危机 戴安娜在英国民众心中的地位崇高无比 尽管已经逝世27年 但大家对她的往昔仍然传颂不衰缅怀至今 在她没有嫁给查尔斯之前 英王室一直以高高在上,古板守旧而闻名于世 然而,戴安娜的出现 为王室的臣府之气注入了一股清新活力 她为人和善,致力于公义慈善 用真挚的人文关怀 让全世界看到,原来王室成员也能与民众亲近无见 共同体验人生的悲喜 在接受采访时,戴安娜曾表示 我渴望王室能与民众建立更紧密的纽带 戴安娜非常善于利用王室的影响力 将媒体资源聚焦于贫困儿童、流浪者等底层民众 让他们得到更多社会的关注 她不仅是王楚飞 更是一百多个慈善组织的皇家赞助人 每当她出席慈善活动时 绝非走走过场 她会耐心聆听民众的心声 花好几个小时去了解他们的需求 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为他们提供帮助 为了让全世界引起对地雷区危险的重视 戴安娜访问安哥拉时 品身而出 勇敢地穿越安哥拉地雷区 身体例行参与到排除地雷的工作中 在那个年代 许多人对艾滋病充满了恐惧和偏见 然而 戴安娜毫不犹豫 与每一位艾滋病患者握手 她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 艾滋病需要的不是隔离 而是人们的理解与关爱 戴安娜的一生 就像一束温暖的阳光 照亮了那些需要关怀的人的心灵 她以无私的付出和真挚的情感 改变了人们对王室的固有印象 让英国王室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然而 就是这么一位智力慈善 心怀大爱的人民王妃 婚姻生活并不幸福 戴安娜曾说 她与查尔斯的婚礼 是她人生中最悲惨的一天 因为这场风光无限的世纪婚礼 是她人生悲剧的开始 丈夫的情妇卡米拉 在自己的婚姻生活中无处不在 她内心充满了悲伤 不知该如何解决自己与丈夫的感情问题 她试图用哭泣 争吵 甚至自虐的方式来引起丈夫的关注 但查尔斯却认为戴安娜是个无理取闹的风里人 当她委屈地说出 三个人的婚姻太拥紧 她终于得到了解脱 离婚后的戴安娜如释重负 她找回了自我 宛如重生 遗憾的是 命运多舛了她 自由生活才享受不到一年 便在巴黎遭遇车祸 生命戛然而止 1997年8月31日 是英国民众最悲伤的一天 当戴安娜逝时的噩耗 如冰冷的寒风席卷整个英国 无数民众心如刀绞 成千上万的民众涌向伦敦街头 他们自发举行悼念仪式 肯兴顿宫门前摆满了鲜花 赫卡 只为送别这位善良的美丽王妃 这时的女王正在巴尔莫勒尔庄园度假 她知道这个消息后 平静得如同陌生人 英国首相布莱尔给女王打电话 建议给戴安娜举办一场隆重的葬礼 她却果断地拒绝表示 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私人葬礼 没必要办一场哗众驱宠的展览会 女王的冷漠激起了全英国民众的 强烈愤慨与不满 在这场渔情的风暴中 民众对王室的失望愈发沉重 很多人在白金汉宫外 高呼废除王室制度 当时对于废除君主制的支持率 已经达到50% 各大媒体也在谴责王室的消极态度 查尔斯更是焦虑不安起来 她害怕民众的愤怒 会给她带来不利的影响 查尔斯劝告母亲 若此事不弥补恐怕再没有机会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 女王不得不中断休假 紧急返回白金汉宫 查尔斯与戴安娜的姐姐 乘坐王室专机飞往巴黎 亲自领取了戴安娜的遗体 在戴安娜的葬礼上 王室打破了诸多传统 启动了伊丽莎白王太后太和桥葬礼规模 给她办了一场最高规格的国葬 白金汉宫降伴棋 女王亲自向全国民众道歉 并在全球进行了电视直播 25亿人通过电视 见证了这一盛大的告别仪式 为了防止遗体迅速腐化 戴安娜被放在 重达635斤中的牵棺里 当她的灵鹫经过白金汉宫时 女王罕见放下高贵的身段 向其鞠躬致敬 这是她在公众面前 唯一一次向个人低头鞠躬 可以说 戴安娜的趋势 给王室造成了巨大危机 也让女王意识到时代变了 王室应该改变高高在上的形象 贵族与平民之间 应该建立良好的关系 或许这是平民出身的凯特 能顺利嫁入王室的主要原因